央行啊 中国的人民银行 就是中央银行 央行承认 今年增发了43万亿人民币啊 增发了这43万亿人民币 相当于政府 从每个中国人的口袋里 从你的兜里边 抢走了3万元人民币的购买能力 是吧 包括老人和儿童 14亿吗 43除以14啊 这个3万还冒点头 冒点尖啊 包括老人和孩子 3万元的购买能力 那有很多人年收入 有6亿中国人年收入 是吧 月收入不才1000块钱吗 是吧 有9亿人不超过2000 对吧 那等于这9亿人 你的这个年收入都不够超发货币造成的通货膨胀造成的物价飞涨 是吧 超发货币就是政府的抢劫行为 具体表现在物价猛涨上面 物价猛涨就等于把你的这个财富 把你的这个可支配收入给稀释掉了 对吧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经济学常识 也是大家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这很清楚啊 你的收入并没增加 相反 由于中美贸易战 由于外资纷纷撤离 由于已经持续了两年左右的疫情 有很多人甚至都失业了 对吧 可是中国政府他不管你 对吧 他考虑的是他们的公务员队伍 能不能开出支来 是吧 反正很多时候这个市场上 或者说整个这个社会上吧 社会上一有涨价 他们就给公务员涨工资 有的时候 你看我认识的某些这个什么公立医院的人 没什么名义 就就没有什么名义 就给你那什么 这个月给你拿五万块钱 就单位发的 拿五万块钱 什么钱呀 甭管 去了就拿 是吧 所以我认识的 有些在那个公立医院上班的人说 我们就每个月坐在这 只要我坐一个月 到月底就拿钱 对吧 他们跟普通老百姓当然不一样 包括那些公务员 那些事业编制的人 现在中国这种人就好几千万 是吧 党员都九千万了 这些党员当中大部分 也有一些农村种地的 在当工人的 大部分是公务员 这是中国人最沉重的负担 苦不堪言呀 这些人最沉重的负担 我认识的